这一百一百摄菜大大 传往外来的卫族 是南导官地名油画家 谢昌毅老师的作品 文化局展厅 在新春之后的第一档 我们就邀请到 也是我们县内美术协会的 非常资深的一个艺术家 虽然他目前是居住在大理 但是他是我们在地的南投人 谢昌毅老师 他的一个油画的创作长 他的创作又 创作力又非常旺盛 所以在整个画作里面 可以看到他其实 对色彩来讲 是非常胆略的 大胆的在色彩里面去做运用 老师之前是在高中担任美术老师 在退休留后 专心中心油画的创作 为他的为主 就会看到老师对油画创作的日前 利用油画一丁一丁的概念 创作出油画画作的日体感 和本来平民的为主 更加不一样 那谢老师退休之后 他一样 实起画笔 而且画得非常的认真跟专业 那近十年里面 他除了展览以外 他也投注了工艺的事业 除了继续的 做油画的教学以外 他在展览的同时 他一定都结合了 一些工艺的团体 像福人社 师子会 或者是其他的社团 来做一些 在他作品里面的工艺的意卖 把他的作品 在卖出之后的一些金额 来投入我们一些 弱势团体的这样的一个辅助 所以这份的心 是非常让人家非常敬佩 这次的展览有个学习买 民众可以来一座文化教 感受一个老师 对于我的维祖的日前 老师也希望 可以拿六世团体 进一份的心理 将他的维祖 变成爱心继续团下去 记者各位麦 彩虹博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